嗨,你好,我是刘海霸 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把Logo给移掉 什么叫Logo呢? 就是我们在发一封信出去的时候 你看这封信,我们收到信的时候 手键收到的时候,最下面右下角预设会有一个Garis Bounce的连结 那这个Garis Bounce的连结,它会有个Logo在 那如果我们是要做自己的品牌的话 我们当然是不会希望发出去的邮件底下放一个别人公司的Logo在里面 第一个是我们暴露了自己的使用的系统是哪一个 当然这个有些人觉得无所谓 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我们自己在做品牌 譬如说,你看我发出机的信 我自己下面是放自己公司的Logo 那我如果我如果迁入了这个Garis Bounce的Logo的话 那客户会觉得奇怪 奇怪,这个Logo是什么东西? 然后人家一点,一点反而连结到 连结到Garis Bounce的网站去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Logo移除掉 那怎么移除呢? 必须是付费的用户才能够移除 如果你是试用版的话是不能移除的 那付费之后呢 我们先把它登录一下 付费之后呢 预设它是存在的 所以你要把它移掉 如果你没有自己手动去移掉的话 那个Logo还是会存在那个地方 好,现在已经在登录状态 然后记得是在右边这个地方 我的账户这里,右上角这边 然后点击一下 这里有一个 这边有个管理账户的地方 点一下这个管理账户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Gate Response的徽章 点击一下这个徽章 然后这边这里 以禁用 我目前是以禁用 那之前的预设状态下 是这个以启用的状态下 我们把 你看它这边有讲 Power By Get Response 信件最末端 然后你记得把它选这个 变成灰色的 这样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存档 这样就完毕了 这边有显示 徽章状态以更改 你不需要去找那个什么储存按钮 不用,就只要按一下这个钮就可以了 那之后呢 你寄过去信 这边就会直接变成空白 不会有东西 所以之后呢 除非你的客户 他问你说 你是用什么电子邮件系统发信的 那你想跟他讲 你再跟他讲 你不想跟他讲就不用理他 反正他也看不到 你用什么系统去发信 当然比较聪明的人 他自己会看这个地方 透过getresponse-mail.com 比较有sense的人 他就会去点开来看这个地方 透过什么主机去发信的 但是呢 那记件者还是你自己 这个是没有 这个透过哪边来发信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修改的地方 像这个签署安全TLS加密 这个都是没有办法去修改的 好 这就是移除getresponse 官方Local的方法